農曰 我是豪宇凱 我是... 我單身高越州指示人 然後... 我的教會國家是美國 我在邰州是佛瑞達 老婆是這樣 對啊 然後其實我想大家對美國 美國的文化應該都是附生吧 所以我只提了兩點 我覺得比較特別跟比較不同的地方 好吧 就是學校 學校呢 大多數是要跑堂 然後 我們是8點15分第一堂課開始 然後3點20下課 3點20放學 每一堂課90分鐘 所以只有4堂課 然後每個間隔只有5分鐘 所以呢 你那5分鐘就是跑去你的櫃子拿出 然後再跑去另外一個這樣子 每天就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 因為在我還沒有去之前 我第一個家庭的紅爸跟我說 我的學校是一個還蠻不錯的學校 所以我就想 還蠻不錯的學校 可是大多數都美國高中還蠻輕鬆的 應該不會拿到滿去 然後去那邊就成這樣 他們 我記得我學校今年2009年在美國的排行 好像是美國全美高中第四名 然後對啊 然後 其實大家就說 你們是不是有在那邊剪開嗎 然後 其實他們沒有 他也沒有差到哪裡去 他們其實算得比較滿 然後 算得比較滿而已 真的 算得比較滿而已 然後 再來就是 像 我的學校沒有補套的課程 它只有那種自由的課程 跟IP的跟AP的課程 然後 再來就是 就是一張比較之下 跟其他跟我同地區的交換學生 比較的話 就 怎麼差那麼多 他們真的弄考試題目 我都會 然後我學校的考試題目 我都不會 這整個就是落差還蠻大的 在 我要講的另外一個就是地區的課程 因為我第一個家庭的home part 是我6970地區的第一棒的學生主席 所以說 我都會跟他們 所以他們整個 他們整個運作交換學生的計畫 我大概都 就是大概會有了解一下 然後 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會到各個高中去辦演講 去就是介紹有關 索倫社交換學生的這個計畫 所以說 只要他們 只要他們當地高中的學生有興趣 就是 所以他們就會自己去交交什麼 報名料 或是 就是說 我有興趣 我想要參加這個計畫 所以 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的 就是 你沒有人會搶錯 你真的想要做 他才會 就是 你真的想要做 他才會 他才會 就是 等於繳繳完報名表的時候 他們會做一種 類似家庭辦公的東西 他會看看你家裡成員 然後 環境如何 適不適合接待 那類 再來 再來就跟這個 三次報名差不多 就是 我會有一個面試 然後他就會到特別房間去問你問題 這還蠻 我覺得這還蠻特別 他有一個房間是擺地圖 然後他會問你說 你要交換國家去哪裡 他比如說 你說你要去巴西 那有巴西在哪裡 給我看 然後他說 巴西 呃 這裡快 所以很多教會學生就是 就是 會卡在那裡 再來就是 嗯 嗯 嗯 再來再來 那個 那個 在那個面試完之後 他們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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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辦一個那個 就是類似 類似那種 性神學歷 所以如果是給 然後我幫我們去 就是類似 然後我們也有辦書在這邊 如果是我們在 排水之前的辦 然後 然後 這樣其實還蠻特別的 然後 這兩 一分鐘就好 還有最後就是 謝謝 還蠻感謝佛仁社 Uncle Monty 有能力讓這個 好成功 然後 謝謝佛仁社 沒有佛仁社 想想這一年 謝謝